俗语说呀,不怕有蛇进家门,就怕乡村高卧房 难道乡村比蛇还可怕吗? 大家好,欢迎来到《动物的奥秘》,我是大象 今天呢,咱们就来探讨一下这句俗语的真正含义 在我们的生活中啊,老一辈人呢,留下了很多的俗语 有的俗语听起来呀,真的是挺有道理的 可有的俗语啊,听起来呀,感觉不着边际 就拿今天我们探讨的这句俗语来说 不怕有蛇进家门,就怕乡村高卧房 我们知道蛇是一种冷血动物,而且身上有剧毒 只要被蛇咬到,不被毒死也会重伤 那么这么可怕的毒蛇,居然还没有乡村可怕吗? 很多小伙伴们呢,可能不太了解乡村是什么 那么想要知道乡村的可怕之处 我们呢,就要了解一下什么是乡村 乡村呢,又叫乡村崖 安徽人呢,叫它村苗 它是一种植物,分布在长江南北的广泛地区 在许多农村的院子里呀 有的人呢,还特意种了乡村 因为乡村的嫩芽呀,可以食用 而且营养价值极高 味道啊,也是非常的鲜美 有一种啊,独特的香味 市场的价格啊,售卖的也很昂贵 因此啊,有很多人呢 会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上乡村 那么为什么乡村的好处这么多啊,却说乡村比蛇还可怕呢 首先呢,我们要说的是,蛇呀,固然有毒 但呢,它不会无缘无故的去咬人 蛇的主要食物啊,就是老鼠 据调查呀,一条蛇每年能吃200左右只的老鼠 我们都知道老鼠吃大米,祸害庄家 从毛种意义上来讲啊,说蛇呀,还是有益的动物 老一辈人呢,说蛇是前窜的 如果进了谁家呀,能给谁带来好运或者是财运 但是啊,这都是老一辈人的迷信说法 其实啊,蛇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可怕 那么我们再说说乡村 乡村的内芽固然好吃 但是如果乡村生长的过程中 不及时掐掉乡村的内芽 乡村树就会无法分叉生长 到时候啊,乡村树就会疯狂的长高 最后啊,长成参天大树 这样乡村树啊,就会挡住阳光 阳光啊,无法照射房子 屋里啊,采光就会不好 第二啊,就是乡村树除了我们人类喜欢吃之外 许多的昆虫动物啊,也对乡村树是情有独钟 等到乡村树发芽之后 就会啊,招来昆虫和动物 如果防范不当啊,屋子里啊,会爬满许多飞行动物 到时候啊,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 第三呢,就是乡村树如果长得太高 在雨季的时候啊,就很容易招来雷电 被雷电劈掉的乡村树叉啊 很容易掉落砸坏的房子 甚至啊,造成房子倒塌 这样啊,会有生命的危险 除此之外啊,许多老辈人呢 认为乡村树啊,掌握房顶会压运气 还有人认为啊,乡村树如果长在正对雾门的位置 就会啊,给主人带来厄运 会让主人啊,遇到各种灾难 所以啊,很多人看见乡村树啊,正对着自己家的屋门 都会啊,将其砍掉 当然啊,这是老一辈人的迷信的想法 其实啊,乡村芽啊,是一种特色的食品 嫩芽啊,可以炒鸡蛋,非常的香 乡村芽里啊,含有多种微量元素 维生素B族的含量啊,在蔬菜中啊,也是名列前谋的 研究发现呢,乡村还能预防一些慢性疾病 还能啊,抑制多种病菌的成分 说了这么多啊,不知道大家啊,家里有没有乡村树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